美媒放重磅消息 汪洋的女兒更放曝光 大陸民眾祝福李洪志大師中秋快樂 頒早回到中國 負債39億 蘭州公交沒有錢出力 要員工自己借錢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王勇 今天是9月11日星期日 下面是詳細內容 中共十九大是習近平謀求連任 甚至終身制的一個重要關口 就在十九大之前 習近平的貼身親信 律戰書的女兒律潛心 被馬雲旗下的南華早報 發表文章暗示臉財 類似的情景在五年後重演 9月9日 美國主打科技新聞的媒體 《The Information》發表文章 《聚焦汪洋的女兒汪溪沙》 這篇文章說 紅燦資本 聘用了汪溪沙 用這一招來幫公司 在北京獲取更大的影響力 在中國艱難的政治環境之中 變得猶人猶豫 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說 汪溪沙在紅燦資本 至少工作了四年 直至去年離開 文章特別提到 汪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之一 一些中國政治觀察家 將汪洋視為中共總理的接班人選之一 文章說 紅燦資本在中國獲得的收益 超過美國其他所有風險投資公司 但隨著中美緊張關係升級 以及美國對跨境投資越來越多限制 紅燦資本與中共政府的密切關係 可能會變成一種負擔 這一則新聞很快就引起關注 既然汪溪沙去年已經離開了紅燦資本 這個消息在現在被曝光 應該就是瞄準二十大 在各種版本的二十大常委名單之中 都有汪洋 他被認為是總理的最熱門人選 公民力量副主席韓連潮評論 這個爆料可能是政治對手要握著汪洋條頸 中共內鬥的手段 經常使用對海外傳媒放風 消息出口之後 然後轉為內銷 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共十九大前 有關栗戰書的醜聞之外 中共十八大之前 《紐約時報》還曾報導溫家寶家人的貪腐消息 彭博社同時就聚焦習近平家族的貪腐消息 雖然各路放料都瞄準貪腐消息 但是對於無官不貪的中共來說 官員貪腐簡直無阻大局 由江澤民時代起 中共權貴家族 就是靠中容中共官員貪腐 來換取政治支持 但是就二十大總理之爭來說 暫時來看就像台灣政治大學 東藝研究所教授黃信賢 向德國之聲分析一樣 選總理主要取決於習近平的標準是什麼 而政治忠誠會是關鍵 黃信賢認為 與胡春華相比 汪洋的可能比較大 因為他一向與習近平配合得不錯 這樣 是誰向海外傳媒披露汪洋的女兒的消息呢 時事評論人LT在節目中分析說 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習近平的之江新軍 解餘汪洋下台 那麼蔡奇 李強和陳敏爾等人 都有可能進入政治局常委 二是團派 今次被認為最可能與汪洋競爭總理的 就是胡春華 以胡春華的年齡 如果他能取代汪洋出任總理 未來甚至有可能接習近平的班 我們說回汪洋父女 據《蘋果日報》早年報道 汪洋因為娶了安徽縮縣地區 行處副專員捉見縣的女兒 扣外府提攜忍戰 試圖快速晉升 後來又獲得鄧小平賞識 被提拔擔任安徽省副省長 之後試圖就好像搭火箭那麼快 汪洋的女兒汪溪沙 嫁給了中共上將障 張愛萍的孫兒張子涼 兩夫婦都持有R字頭的香港身份證 一年一度的中秋節來臨 大陸各界民眾 透過海外中文媒體 向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之想致誠的祝福 祝願李大師中秋快樂 早日回到中國 一名大陸人權律師 9月9日向《大紀元》表示 二十多年來 中共誤滅抹黑法輪大法弟子的惡行 還仍然持續 一出出受到迫害的人權悲劇 仍然在中國上演 與此同時 李大師所倡導的真善忍和法輪大法 不僅是隨練大法弟子 還是提升人類下滑的道德 相信邪惡的末日很快就到 全世界正義的人士 感謝大法的時代也要倒臨 這名人權律師還透過媒體 向李洪志先生送上問候說 在傳統中秋佳節來臨之際 遙祝李大師和全天下的大法弟子 身體安康 合家團圓 祈願早日功得圓滿 心上事成 上海市民王女士表示 一開始在中央電視台看到法輪功 在天安門廣場自焚 後來才知道所謂的自焚都是假的 她批評說 一個政府 一個國家 還能夠這樣說謊欺騙老百姓? 我們國家花了60億美元興建防火場 目的就是不讓老百姓知道真相 王女士感嘆說 將法輪功學員活摘器官太殘忍了 法輪功真是不容易 在這樣的高壓打壓下 還堅持到現在真是不容易 如果當今的中國能夠有真善忍 社會將會一片長和 最後王女士祝願李大師和法輪功學員 還秋快樂身體健康 並且表示相信法輪功遲早有一天會回到中國 到時他也會去練 一名北大畢業的高材生 武漢的白領吳先生表示 李洪志大師一直以來倡導的真善忍 符合良善人性的價值觀 指導法輪功學員通過講真相 辦媒體等方式 帶動中國大陸乃至全世界 在面對中共暴政時的良知覺醒 推動華人乃至全人類的道德回升 在現代西風日下的社會之中 顯得尤其可貴 他說 藉此中秋佳節來到之際 我要祝願李洪志大師中秋快樂 也希望在中國大陸因為迫害 而無法同家人團圓的法輪功學員 早日能夠像自由世界國家的民眾一樣 享有信仰自由 過一個合家團圓的中秋節 除此之外 前大陸傳媒人馬曉明也表示 祝福師傅和法輪功廣大信眾中秋快樂 但信好事莫問前程 西道總會給你們公正的評價 公道自在人心 祝大家都中秋快樂 遼寧民眾姜家文莫 共產黨對法輪功打壓過份 無人性 我祝李大師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祝中秋節快樂 陷西訪問王小琴也寄予中秋問候 他說祝李大師中秋節快樂 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希望他能夠由朝一日 早日回到中國 救百姓於水火之中 結束一切不好的事 讓大家過得封條與順的日子 日前 一封南州公共交通集團有限公司 資員工的告知書在網絡流傳 內容是要積供自己借錢出糧給自己 引發網民熱議 告知書內容說 用於解決2022年6月至9月份 積供工資的蘭州農商銀行 甘成醫貸新醫貸專享的制定貸款 由集團公司提供連帶責任保證 並且承擔案月結息 到期還本責任 引發日期是2022年9月8日 有職工家屬表示 這是要職工自己借錢出糧給自己 而且還壓迫自己的信用評級 他們質疑 如果企業自己都因為各種原因 辦理不了貸款 那無法還款的風險 又由誰來承擔呢? 9月9日 蘭州公交集團宣傳部工作人員 向大陸傳媒證實該告知書屬實 但是就說告知書所制定的方案 還處於試驗階段 並且表示 從2020年開始 他們的收入 就已經無法支撐成本 維持不了企業的正常經營 據悉蘭州公交集團 總共有8,000多名員工 截至今年8月底 集團總負債達到39億 拖欠員工薪金和社保大約5億 其中6月至8月 拖欠員工薪金大約9,000萬 蘭州公交集團有限公司相關負債人 對於集團欠薪的解釋說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諸多 例如近年來 集團持續出現資金短缺 融資渠道緊張 各項經營成本不斷攀升等問題 導致集團無力發放員工工資 至於為何不以公交集團的名義進行貸款 這名負責人透露 集團已經無法爭取融資 也無法以集團的名義申請貸款 相關消息在中國網絡上引發輿論熱議 不少網民表示 100歲不死都有新聞聽 出糧都搞成這樣 自己借錢出糧給自己還要幫你打工 一百歲不死也有新聞聽 前有要大學生給錢上班 後有要員工借錢出糧 好東西 現在內部矛盾越來越多 再這樣封閉下去 看看什麼時候會大亂 香港語言治療師總工會五名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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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牽涉羊村繪本案 由去年7月收押到現在已經超過一年 10日在區域法院被判刑 分別被判處監禁19個月 據BBC報導 9月7日 國安法指定法官 郭偉健裁定 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前任主席黎文寧 副主席楊逸依 被書五考議 師傅陳元森和委員方志浩 各違反一項刑事罪行條例下的 串謀刊印 發布 分法 展示或複製 被煽動刊物罪成立 於10日判刑 洪方指控五人 在2020年6月至2021年7月期間 村謀他人出版一套 三本羊村系列的兒童繪本 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香港特區 以及特區司法制度 煽惑他人使用暴力 以及慫恿他人不守法 他還指控三本繪本 分別影射2019年反送中示威 和有關的12港人偷渡案 以及2020年初 新冠病毒疫情傳入香港之初 發生的醫護人員罷工 據報導 這5名被告人 都是年齡介乎25至28歲的年輕人 在7日被裁定 發表煽動刊物罪成立時 國際特赦組織批評港府的裁決荒誕 並指這是香港人權倒退的例子 中國異見人士桂孝龍 近日再被中共當局刑事拘留 目前激壓在浦東新區看守所 她的韓籍女朋友安女士 就被中共國保恐嚇 《大紀元》引述知情人士披露 9月9日下午3、4時左右 上海國保去到安女士的家裡 將她帶去上海梅園新村派出所 在扣押了她兩部手機後 就恐嚇她說要取消她在中國的永久居留權 說她將國保張中的電話公開 導致每天都有很多電話打來騷擾張中 以致她唯有把這個號碼取消 知情人士表示 由於受到驚嚇 由派出所出來之後的安女士 驚雲未定 不知道下一步自己應該怎麼辦 也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已經被國保取消在中國的永久居留證 也不知道自己的愛人桂孝龍 究竟會不會再次被判刑 呼籲大家關注桂孝龍和她的愛人 關女士的安危與及處境 以上就是今天帶給大家的內容 蘭州公交集團有限公司 要員工自己借錢出糧給自己 真是天大笑話 別說要貼錢 現在是要借錢打工 觀眾朋友 你又擠不擠呢?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我們較為聽的 就是我們是方法人 我們是在這裡 我們是要負面看 的 犯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